为什么食腐动物吃了腐肉一点事也没有 难道它们不怕细菌和病毒 食腐动物之所以吃腐肉不怕生病 其实是由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的 食草动物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的胃 其实动物以什么为食是由它们的胃部来决定的 食草动物的胃部ph值较高 而且有四个胃 其中最大的是流胃 流胃里有很多微生物可以帮助食草动物分解植物里的营养 产生低级蛋白质被胃部直接吸收 所以食草动物不需要通过摄入肉食 即可满足自身对蛋白质的需求 食肉动物的胃部一般ph值较低 也就是胃酸较高 胃酸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病毒以及一些微生物 因此食肉动物的胃部不是以微生物生长 不仅如此 食肉动物也没有流胃 这意味着食肉动物不能在这里依靠微生物消化分解食物 食肉动物只有一个胃 食物进入胃部后 胃酸会首先杀死食物之中的细菌病毒 所以食肉动物即使吃生肉也不会轻易生病 而食腐动物更厉害 他们的胃酸比食肉动物更低 比如下图中人类的胃酸ph值为1.5 食草动物短尾小袋鼠的胃酸ph值为1.4 而食腐动物秃头鹰的胃酸ph值达到了1.3 在这个表格中胃酸最低的是普通 它的胃酸ph值大约是1.1 比人类的胃酸还要低 也就是说食腐动物的胃酸可以杀死大多数有害微生物 但仍有极个别的细菌可以留在食腐动物体内 食腐动物的肠道细菌 其实消化系统内有细菌或者微生物并不是坏事 事实上大多数生物体内都有肠道细菌 这些细菌有时和生物共生 彼此提供对方需要的物质 比如人类肠道益生菌 它们可以促进我们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等 作为回报 人类会把一部分营养分给它们 食腐动物身体内也有益生菌 而且它们的益生菌非常硬核 我们以突救为例 丹麦一位科学家研究发现 突救肠道内存在着一些共生关系微生物 比如缩状牙包杆菌 这种病菌会导致人类引发癌症 有些缩状牙包杆菌还会造成部分生物大量死亡 但是突救对缩状牙包杆菌免疫 不仅如此 它们还和这种微生物共生 缩状牙包杆菌 会在突救的肠道内繁殖 并把复杂的食物分解成各种营养物质 供突救吸收 而突救也为缩状牙包杆菌提供生存环境和营养物质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微生物能够通过口腔 或者使管进入食腐动物体内 导致食腐动物生病 但食腐动物之所以没有生病 是因为它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演化出了抵御微生物毒素的抗体 其实不光食腐动物存在着抗体 一些食肉动物也存在着对某些疾病的抗体 研究发现可能是一些病情较轻微的动物 在进行社交时把致病病毒传染给他人 由于病情轻微 其他动物即使被传染 也不会导致死亡 反而会在身体痊愈后获得抗体 这一个过程类似于人类种植疫苗 只不过食腐动物的抗体是天生的 而食肉动物的抗体可能有一些是后天而来的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 食腐动物体内含有大量毒素抗体 而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则缺乏这些抗体 因此其他动物吃了会生病 而食腐动物吃了不会生病 食腐动物吃腐肉不生病的答案 刚刚我们已经聊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食腐动物体内胃酸低 可以杀死食物中大量细菌病毒 食腐动物能够与一些对其他生物有害的细菌共生 食腐动物演化出了对生物毒素的抗体 而其他动物们不具备这些条件 因此他们吃腐肉会生病 但食腐动物吃腐肉不会生病 食腐动物的作用 很多人只看到食腐动物的食物很恶心 而忽视了食腐动物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 动物或是因为意外 或是因为疾病 会导致生物个体死亡 在生物死亡一段后 各种微生物会分解动物的尸体 但是微生物的分解速度很慢 一般一个尸体完全分解需要长达几天 甚至几个月之久 而尸体停留在自然界这么长时间 很容易导致流行疾病的扩散 导致其他生物生病 而食腐动物通过吃腐肉 可以加快尸体分解 并利用胃液将尸体的大多数 有害微生物杀死 虽然一小部分有害微生物 能够在食腐动物的消化系统残留下来 并被排出体外 但由于数量比较少 因此不容易在自然界中 形成大规模流行病 从这方面讲 食腐动物保卫了环境内的健康和安全 而改变更健康和安全 然后再次行与保卫了环境内的几天 感谢观看